另外是現級導演鄭文棠最新的作品《菜鳥》 11月13號就要正式上映 而電影是描述一位菜鳥警察 在辦事後面臨到各種現實的挑戰 藉此來反映社會的現況 而導演鄭文棠跟演員莊凱勳 今天就來到宜蘭縣政府來宣傳電影 而現場林聰賢特別大力推薦 邀請大家一起來支持國片 即將在11月13號上映的電影《菜鳥》 講述一名帶著理想進入警戒的菜鳥警察 在辦案過程中所面臨的現實挑戰 反映了社會現況 這是現級導演也是前文化局長鄭文棠 離開縣府重返影壇的新作 導演透露菜鳥的想法 來自於多年前擔任文化局長時 首次到議會備詢的心情 但面對任何挑戰都要挺著往前走 這就是菜鳥精神 我就跟你講說高中車的事情 你不要管 你在那邊要去管 你去給我看看 去啊 他根本是女配管的事情 但我們還是不想說 菜鳥精神真的是我在議會想到的 片名不是那個時候想 但那個時候會有想到這個概念 就是一個菜鳥精神的想法 那時候我第一次去背詢的時候 坦白說手心都會流汗 然後稍微會怨 因為我算是見過場面的人 各種勢力都見過 但其他議會也是很 其實這真是一個殿堂 那等一下隨時被叫上去也不知道講什麼 那是真的會怕 可是那個時候我就 當然要假裝不怕 因為你如果選若你會怕你就輸了 所以第一次是要假裝不怕 一副很冷靜的樣子 那個時候就想到菜鳥精神這個事 這是我從免30年來 拍了這幾天後 第一次電影正式在宜蘭上映 第一次 我宜蘭人在外面拍攝30年 拍這幾天而已 這是我第八部長片 第一次在宜蘭上映 因為宜蘭的戲演很難拍 菜鳥在台北電影節首映後獲得熱烈迴響 劇中飾演老鳥警察的演員莊凱勳 今天來到宜蘭為新電影宣傳 縣長林聰賢也大力推薦 邀請大家一起支持國片 讓菜鳥衝出好票房 來一起 希望能夠邀請大家走進電影院 好好來領賞 那在這邊我也過去看過 唐哥所拍的 眼淚或者其他的電影 大概都能夠引請大家的共鳴 這樣的經驗呢 要來提供給大家 這部片雖然是小成本 但是呢 阿董過去在當文化局長 或者是他當導演 導演的每部片 卡米斯都有一個非常精準的說法 就是他能夠在最短的時間 最少的資源 然後把他的那種理想 把他拍出來不好的作品 可是這一次這個戲 我覺得是最大的挑戰 因為我自己的表演的方式 導演是最了解的 所以其實我拿 以前監視的方式出來表演 還是說比較safe 比較安全的表演 都會被導演知道 所以像剛才說 在記錄裡面 那種不怕的情勢 其實我在現場很怕 我到現在 到現在最怕的 也是很重的 但是每片合作之後 我都很過癮 因為可以一直擠出自己 表演的一些東西 一部不同於警匪片的警察電影 不著重動作上的表現 而是多了對人的描述 導演鄭文棠 即眼淚之後的轉型正義二部曲 如何對抗正義危機 就等觀眾進戲院觀賞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從何到